PCB板子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点,这个叫mark点,也叫基准点或者光学定位点。 PCB板子做好后,为贴桩工艺中的所有元器件的贴桩提供基准点,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。 如果不设置mark点,而通过焊盘或孔作为mark点,这样误差就会变大。 比如使用过孔当作mark点,误差一般在0.15毫米左右,使用标准mark点偏差小于0.05毫米。 mark点是由标记点特征点和空旷区组成,这个标记点要求为实心圆,一般直径为1.0毫米,最大直径一般为3.0毫米。 在mark标记点周围,必须有一块没有其他电路特征或标记的空旷面积,而为mark点半径,空旷区圆半径大于等于22,空旷区圆半径达到320,机器识别效果更好。 mark点一般分为三种,局部mark点,用意提高贴桩某些元器件的精度,比如QFP,不盖等封装。 单板mark点,贴桩单片PCB时需要用到,在PCB版的对角线位置,拼板mark点,贴桩拼板PCB时需要用到,一般在工艺边上,而且即使单板上有mark点,也要加拼板mark点,设计mark点的时候,要注意。 第一,让mark点位于电路板对角线的相对位置且尽可能的距离分开,而且mark点必须成对出现,且关于中心不对称,防该。 第二,mark点距离板边缘必须大于等于5.0毫米,且必须在PCB版内而非在板边,这个距离是指点的边缘距离到板边距离。 因为板子进入机器后,机器加持PCB版边固定走板,mark点被家具遮挡,就无法起作用了。